家本来是最温暖的港湾 对于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说 母慈子孝是最美好的事情 但是这位母亲却遭到儿子的如此对待 儿子识口否证 认为母亲信口慈黄 因为在叶先生看来 这个家庭的不和谐都是拜母亲所赐 面对儿子的控诉 詹女士是满肚子的委屈 面对母子二人 观察袁老师给出了这样的态度 按你儿子告上法庭 让他去坐牢 我觉得是触目惊心 天哪 你们是怎么为人父母 为人子女的 在老师们批评儿子的所作所为时 现场却有人发出了反抗的声音 他对他儿子也没什么 不像是一对母子 我不会原谅他 究竟是怎样的一对母子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调解即将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节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每日坚果每日营养一瓶搞定 金牌调解指定健康饮品 均摇六种坚果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是母子 母亲詹女士和儿子叶先生 场下还有两位 一位是叶先生的妻子卢女士 还一位是詹女士的养女小詹 今天一家四口来到了我们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妈跟我住在一起 经常吵架 一小时大事都影响我们生活 越来越严重 一家人生活就是说 过得很不开心 我现在就到这来想跟我妈说 不要再吵了 没意思 就好像感觉这个家里的争吵 更多的是妈妈带来的 是她主动发起的 对 佳女士呢 她也对你要好 就是因她你要吵架 没有什么事吵架的 老二生下来没有管过 生下来就是给我养 学费 图书 奶粉 什么都是我养 养得一十二岁 我恨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 世界上最废的儿子 我养着他 带着他 他这样对我 你打我 老婆打我 他打我 两个人有打有骂 赶我出去 给我衣服收掉去 给我东西扔出去 我房子我买了 拿了钱 他用我出去 那个钱 返给我 我可以出去 我老了 倒要脑烟机 我扣他扣不住 他老婆那么狠心 打了我脸上 没一块好路 詹女士想不到 自己帮儿子 带了十几年的孩子 付出这么多 却还是遭到 儿子的拳打脚踢 所以在她看来 她的儿子 是世界上最坏的儿子 而且就在2018年 当詹女士 查出脑出血 要做一场 性命攸关的手术时 她希望儿子 可以承担一部分手术费用 结果当她看见 儿子带来的钱 一瞬间 心就掉到了冰窟里 18年检查了 我头上有脑出血 还没有破 她就叫我要做手术 她说不做手术 你这个是炸弹 人死 哪时候破掉了 都不知道的 我就打电话给她 她打电话接来 同意我做手术 她一分钱都没拿 叫你儿拿 你儿拿了四万 她就是带了 一百块钱去南昌 开了车送着我去 买东西都是你去买的 后来收了钱 大弟弟那个弟媳妇 在签注 送了两万块钱过来 就我自己还有一点工资 七万多块钱 做手术 就嘛 从那个签注来 宾馆的签注是 就嘛啦 她都不 都付的就嘛 她一分钱都不啦 还有向我又吃饭的钱 那她来了 她照顾你了吗 没有 她就是做手术 晚上有签字 她签了字 那一晚上坐过来 第二天她就走了 出了一起半个月宴 出了来的一次 出了一晚上 她两夫妻就走了 女儿就骂我 她就妈妈 哥哥就这样走啊 我就酿她 她有三个小孩 她相够困难 我还体谅了她 我女儿就生我的气 她三个女儿 我也三个小孩 妈 在家里话可以随便说 这里的话要担当责任的 你到底儿子是 给你在医院待了多长时间 是怎么样扶持你的 一天 你听我讲啊 你说一天 是吧 你可以去问妹妹在这里 问小姨 我到底在医院待了多少天 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妈检查 确实不错 我跟我妹妹 当天就商量 我说我妈这个病 是医生说的对 马上检查 我开车 带着我老婆 带着我妹妹 去找我妈 我说妈 你这个病一定要看 我妈上次说 她这次家人数量 她没有钱 我说我身上 确实也没有钱 然后我妹妹说 她身上还有些 我说你拉出来 多了不行 我们再一起去 我就带我妈 开车 带我妈去看 我一直陪着我妈 到出院那天 我请了半个月假 整整半个月 一天都没有离过 她既然说 我妈说 整整是待的一天 刚才这句话已经 我眼泪都 眼泪都 眼泪都下来了 你看看 她还在这里说 整整待的一天 你真正说 单只待了一天 就是一天 是啊 你就是一天 我平良心说 我不会说一路 妹妹在 妹夫在 我妹妹在 一世也知道